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I-485绿卡面试问题 我们最近看到的情况 有比以前更多的申请人 收到了要求绿卡面试的通知 有一些申请人询问我们 说需要怎样准备,要什么文件 会问什么问题,有什么注意事项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 亲属移民 尤其是婚姻移民大多数情况下 会要求有面谈,在绿卡批准以前 因为移民局需要证明婚姻关系真实性等等 其他的亲属移民 比如说美国公民子女申请父母 这样办绿卡需要是成年的美国公民 像这样的也经常会被要求面谈 还有职业移民大概有一小半的人 也许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有的时候会被要求面谈 比如有的人曾经是党员 或者他有比较复杂的签证身份经历 或者中间有身份的gap 然后换工作或者其他的情况等等 有可能会被要求面谈 绿卡S85面谈在移民局办公室进行 需要携带什么样的文件 以及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可以参考我们律所此前的其他的视频 包括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 在美国攻略网站有我们的文章专栏 包括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这方面的信息 讲到了其他人的经验 需要什么材料 怎样准备等等 在这里还有一点 我们希望讨论的 一个是翻译问题 另一个是律师陪同的问题 翻译你可以要求移民局帮助你来提供翻译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也可以请比如说朋友陪同你一起去 或者通过电话来参加也都可以 那么做翻译的人需要提供一个巨1256表 那如果需要呢 也可以请律师来陪同你参加面谈 那在面谈以前呢 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助申请人来准备 比如说有这个Malk Interview 然后模拟一下常见的重要的问题 如果需要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参加在移民局举行的S85面谈 我们看到的经验呢 虽然现在Covid的这个疫情算是结束了 但是呢 移民局还是允许申请人 通过电话连接到律师来参加在移民局办公室的面谈 这样就比较方便啊 对于在美国各地不同地方的办公室举行的这样的Interview 我们都可以通过电话来参加 那在面谈中呢 根据我自己陪同客户 在直接当面以及通过电话参加面谈的一些亲身经验 我感觉到呢 有一些客户呢 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 经常有这个答非所问的地方啊 有的时候移民官问到某一个问题 那他没有听清楚或者是他讲当然的 就根据自己此前准备的来回复 那不是移民官需要了解的信息啊 中间存在有这个沟通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呢一方面也这个影响到移民官的印象吧 然后呢也影响到沟通的效率 有的时候呢这面谈拖了好长时间 问的都是一些肢解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需要注意啊可以事先准备好 我们律所也有比如说四八五面谈的时候常见的问题啊 如果需要呢可以发给我们的客户啊 那在面谈的时候呢如果有律师参加呢 还是能够有帮助啊 当然这个因人而异 如果你自己情况比较简单 当然就用不着了啊 如果有说我担心和移民官沟通出现问题 或者我有比较复杂的背景啊 那么可以考虑呢 有律师来通过电话参加这个面谈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当然移民官问到你什么问题啊 那需要你本人回答对吧 不能由配偶亲属来替你回答 也不能由律师来替你回答 但是呢可以有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呢如果移民官问的问题不够合适啊 那么律师可以指出或者呢 可以用其他的语言 然后来帮助来解释 就是说同样可以是用英语 或者是通过翻译用中文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paraphrase啊 可以这个更好的解释 移民官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相应的来澄清啊 那么在你回答的时候 如果出现大非所问的情况 或者说回答的不到位啊 或者有一些其他问题 那么律师呢 在interview结束的时候 还可以相应的增补和澄清啊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呢 我们在这个interview面谈结束的时候呢 还可以总结申请人的情况 强调突出重点 根据我们的经验 那有律师出席的 这样的S85interview 总体来说呢 效果会好一些 因为这个也显示 像移民局表明了 你很重视啊 这个面谈 同样的对移民局来说 他批准谁不批准谁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啊 那如果说 这个人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说 他的申请不被批准 可能移民局还要面临 后续的legal battle啊 等等事情 那么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移民局可能就更倾向于批准这个申请 当然这个标准呢 按说是固定的 对吧 但是法律是固定的 但是执行法律的人呢 是具体的人 对吧 那我们看到的有的情况呢 根据移民局自己的明文规定 比如说 尤其是过去几年 在COVID期间 如果说申请人 有这个身份的空当 gap 六个月一年 甚至更长 那像这样 是否还能够批准485呢 移民局自己的规定是说 他会考虑到 申请人的特殊情况 会给予一些弹性 灵活性 flexibility 那么具体到你身上 移民局对于你这个身份的空当 对于你个人的复杂的背景 他是否会考虑 有这个Linian CR相应的 比较宽松来批准呢 那当然就因人而异 具体来说呢 那就要申请人和律师 此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你向移民局展示 做了认真的准备 我了解相关的法律和规定等等 那当然就会有利于 你的申请批准 总体来说呢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个当前的中美关系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 对于来自中国 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不管是亲属移民 还是职业移民 总体来说呢 被要求485面谈的比以前多 还有一些人 因为申请材料准备的不好 那么直接被拒的也比以前多 以前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还可以要求申请人 补充材料 会发出RFE NID 现在呢 因为某些原因 申请人过去的身份问题 背景的问题 准备的材料 说明的不到位的问题等等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485申请 有直接被拒的问题 当然也有面谈以后被拒的 就是面谈以后 可能就没有RFE NID的机会 直接就被拒了 也有 那么怎样避免呢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你申请材料呢 需要认真准备 需要齐全 如果个人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特殊情况 需要说明准备详细的到位的 有说服力的statement 我们律师呢 可以帮助你来准备 那如果需要呢 我们在面谈以前 也可以帮助你有Move Interview 这样样的准备 在面谈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来参加 在移民局的爱485面谈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2023年 谈爱485面谈 在绿卡批准以前 在移民局办公室的面试的情况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